看起来 黄安婷你可能会少一个同事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王世坚 看起来胜的赢的机会是蛮大的了 但是呢 我先讲周玉扩说他必输 原因说是蓝的不会投他 绿的一半恨他 你当周阿姨的话就是看看嘛 可是你怎么看王世坚 就是在这一区的战力 这我完全不能够理解 这个周玉扩讲说蓝的不会投他 沈富雄是先例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先例 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轻 我也不太懂这些什么案例 可能是以前监察院的案子吧 我也不是很确定 不过那当然我们就不要理他 那当然我还要先回忆一下 这个在上一小时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话题 因为这个比较有趣 所以我稍微这个暗案提一下 就是赖清德讲说 我妈妈这个是把吕秀莲当偶像 对对对 我这觉得这是有点暗表 对吧 吕秀莲不过才大你15岁 然后你就讲说 我妈是你的 你是我妈的偶像 是怎样 你在暗表这个吕秀莲 年纪很大可以当你妈吗 对不对 那你们也没差多少 所以要赖清德 如果真的要讨好吕秀莲的话 应该讲说 吕秀莲就是我很敬重的政坛前辈 这样讲就好了 讲说你是我妈的偶像 那好像把吕秀莲跟你妈台到 是同一个层级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如果讲说 这个主持人 这个我爸妈都很喜欢你 这什么话 你就把人家故意讲老了 那实际上不是 我只是出道的早而已 对对 没有没有 这开玩笑没有 实际上你看这个 人家这个也是 刚刚出社会没多久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王世坚的这一题 那这一题 因为我跟上一节亮哥 大概收到情报差不多 因为到三天前吧 三天前 然后我跟其他人在聊的时候 也就是说 民调跟地方上来看 还是何志伟比较领先 那真的是最后两天的翻盘 最后两天翻盘 当然有很多的因素 但我认为庄瑞熊的那个 以及最后两天的 大家去闹到法院的时候 其实反而是这个 对何志伟自己比较不利的 因为绿的呢 自己还是希望说 大家要什么团结啊什么的 所以谁闹的比较凶 大家就比较讨厌谁 这是一个问题 那后来呢 是庄瑞熊看不下去嘛 就是反过来讲 何志伟的很多不好的事情 你看这个黑道也是你家 钱也是你家 然后你家又是这个红钱啊什么的 那所以呢 这才是对何志伟比较伤 那当然我认为最后也是 关键的几通电话 因为真的就差在几通电话 那王世坚过去以来呢 在中间跟蓝营选民的支持度 就比较高 虽然呢过去他往往都是 被当成一些梗图或哭手 或者当成是迷音 出现在各种的网路节目上 对吧 动不动就是他呛柯文哲的几句话 或者呢他去上言上 虽然当时这个大家都觉得 他就是被羞辱啊 他那被取笑 可是现在其实政治人物 这样子被取笑 反而是能够增加 中间选民的好感 因为反正大家也不在乎 那种大约是求一个 认识度跟好感度 觉得王世坚你还能够自我考虚 好像呢这个也不坏 那反而呢像何志伟这种 咄咄逼人 比较难取得中间选民的好感 那不过其次哦 因为我在初选期间呢 我就跟朋友讲说 其实不应该去支持王世坚 尽管王世坚为人比较亲切啦 什么的就是能够很多 蓝的或中间选民 比较不讨厌他 但我也认为当时 不应该去支持王世坚 所以我当时在节目评论的时候 我都讲说 这个是不是绿的都没有人才啊 对吧 就一个是赚红钱的 然后一个是婚外请的 就是没有优秀的人才吗 找不到一个 没有道德瑕疵的人出来吗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最后 你看现在这个样子 是王世坚当选 那么这一区呢 未来蓝的赢的机会就不大 就等于几乎没有机会赢 可是呢 如果当初是何志伟出来的话 那何志伟还有机会输 何志伟有机会输 何志伟如果这一区 如果是顺林大同 如果是何志伟出来代表的话 那何志伟有机会输 因为就是在初选的过程当中 大家分裂了嘛 而且何志伟就得不到 英系的这些支持 而且何志伟在初选的过程当中的 这些黑料 未来如果蓝营的在野党的人士 有出来的话 可以继续去扩大这些攻击 可是反观那王世坚上台 那请问他被攻击的点呢 或者他的这些缺失呢 就没有啊 就是除了这些道德上的一些 因为本来蓝营的人 都还挺喜欢他的 对对对 所以那他如果能够选上 就是在野党要赢更困难嘛 那他一旦选上的话 好歹要做两届嘛 那等于八年这一区 都是民进党的 对吧 那虽然他个人 就是为人很亲切 可是最后在跟党役投票的时候 他一定也是跟党走啊 就假设未来 赖清德如果继续执政 或即便不是赖清德 那王世坚也好 或何志伟也好 他们在立法院里面 还是党役的投票部队啊 就跟高嘉瑜一样啊 你虽然说他私底下 跟蓝的还不错 蛮喜欢他 可是他在立法院的每一次投票 开放莱猪啊什么的 他都是党役的投票部队 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就他个人可能形象还不错 可是呢 就在投票的时候 他一样都是遵循 民进党的旨意 所以如果何志伟 连任的话 那有机会输 可是王世坚上来的话 他搞不好就要做两届 做了八年 对在野党 或讲说对于反对 民进党的人来说 是不是一个福音啦 所以这一区未来 如果在野党要去 栗战王世坚的话 会相对比较困难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人 就是谢龙介了 其他所有的人 包括我那天 很难得的机会 也访问到这个独家 就是访问到谢龙介 大家都说 给他一个部分区有那么困难吗 现在其实你党主席 你部分区名单可以列 二三十个四五十个都可以 你就说 龙介 你大概就是放在前五个 怎么样 就给他一句话 他就安心了 可以好好的 接下来帮你这个 党作战嘛 他就是没有等到这句话 所以你看 这个郭正亮也替他讲 郭正亮说 谢龙介在2024的最佳角色 当然就是 不分区 男性的第一名 他说如果朱立伦 我们不懂得用这张牌 真是 愚蠢到极点了 因为谢龙介他选部分区就可以全国助选 他可以跑完全来 渡整台湾 然后用台语来助讲 他的台语 你绝对比我 好像一万倍 所以呢 他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呢 其实谢龙介可以拉台很多 那个国民党那个 本土的这些支持者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 谢龙介那天在我的节目上 他就这样讲了 他说 其实过去的这么多选举 除了马祖之外 每个县市他都去了 你现在台面上看到立法委员 几乎每一个他都去站过台 所以他 他说我才敢说 今天如果有幸党安排我在不分区的话 如果我真的被安排在不分区 不满意的人 应该很少很少 对这也算是 龙介先 第一次的表达说 我在不分区其实是有用处的啦 所以这个 汉庭你怎么看 因为这个谢龙介是用台语助讲 渡过台湾 你是比较属于这个 自认昌援派的 你怎么看谢龙介他的功能 你在党到现在都不给他一个承诺 是不是 让选民会也会很 不高兴 那所以 大家都支持谢龙介去不分区 而且最好这排的月前面 也不要像上一届一样 把他排在一个后面 还把他再往后拉 从11拉到15 这个 我觉得没什么要讨论 就是谢龙介如果当上不分区 然后应该没什么 没什么会反对嘛 因为如果依照安全名单来看 假设国民党 假设国民党 不分区里面有16个人可以当选的话 那么 就8个男的嘛 那8个男的里面谢龙介占一个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对啊 有这么难吗 对对对 就国民党现在如果要去找说 全国民党里面能够担任不分区 然后的8个男的 有一个是谢龙介 不会有任何问题呀 那否则那其他 如果没有谢龙介的话 那请问其他 8个人是谁 对吧 就难道有比谢龙介更优秀的8个人 要挤掉他的位置吗 就你目前想不到 或者可能有 或者名单出来了才知道 那我认为 像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 我们只能 给予这种建议 就是未来如果人选有的话 第一个还是要有知名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过去以来的这种战斗 或者打击民进党 还是要有一些的贡献值 跟战力值 那再来呢 是在各种的社会福利等等 也要有一定的程度的贡献 那最好呢 要避免像上一届所发生的一些情形 就是大家传出一些 很奇奇怪怪的人 或什么主席的闺蜜啊 等等的 那也不要因为 民进党的一些攻击 就自私立场 去附和民进党的攻击 那未来的这些人呢 也都是要能够 上得了台面 而且呢 是能够跟民众来对话 要能够说服大家说 为什么这份 不分区的名单 是比较优秀 那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就没有太大问题 啊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K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K